记者杨国文台北报导,台湾宅配通公司王姓货车司机行进北市东区路口左转时, 撞上横向穿越马路的赖姓未婚女工程师,造成她脑伤、右侧肢体瘫痪等重大伤害。 终身区聘请看护照顾高等法院经判雇主台湾宅配通王姓司机需连带赔偿赖女634万元可上诉。 台湾宅配通公司主张王姓司机对此车祸却有过失单一鉴定结果, 赖女当时未走在行人穿越道上是赵氏主因王南伟注意车前状况是赵氏次因, 认为赖女有多达七成的过失责任才对,而她劳动力减损因只有三成。 此外,赖女已领取的强制责任保险利赔金153万元因从赔偿金中扣除。 高院认为因刑事判决黄因业务过失伤害犯刑造成赖女脑伤又测肢体瘫痪等伤害是证明确已判她6月徒刑确定对赖女有损害赔偿责任。 一鉴定赖女王南分别有6成4成过失责任, 造成赖女的劳动力减损为52%, 因台湾宅配通是王南雇主有连带赔偿责任计算后, 台湾宅配通王南需连带赔偿40岁的赖女787万元, 今后处以领取的强制责任保险利赔金153万元, 还需赔偿634万元。